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未來電視網 為各位帶來的 一百一十學年度 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男子組第一集 預賽第二階段的單循環賽程 今天是來到第六天的賽程 那這場比賽是 喬光科大對上臺灣藝術大學的比賽 來看一下雙方的先發五人 在喬光科大這一邊 邱家豪 林瑞生 鄭成堯 高麗榮 還有廖正宏 那在臺灣藝大這一邊 蘇培凱 余維豪 曹新香 周日騰 還有阿拉薩 球 阿拉薩 讓台藝大取得了首波的球權 周日騰 可以回到蘇培凱 曹新香 靠著對手的出手身穿 深色球服的球隊 感覺得出來 今天台藝大還是以他先發五人主將 來面對這個場比賽 所以在整個來手 中距離的出手沒有 其實喬光科大他們的方式是對的 他把位置拉很開 來面對進攻 帶進去之後給到籃下 廖正宏 阿拉薩 一個火鍋來 這個第二波的進攻籃板 這個火鍋躲不過他 阿拉 阿拉薩 第二波也有再來一個 所以不用擔心 這個發展也是 喬光科大所不樂見 而且這個時候 鄭承堯出現了失誤 在前面 雨薇豪放進了兩分 傳出來 來 中尾 給到鄭承堯 哇 一個換手上籃 高級動作練板凳的深度 去提升板凳的那種力 阿拉薩 進進去雙手爆扣 漂亮的動作 是 這個灌籃 哇 翔正宏 給到陳家豪 阿拉薩 阿拉薩這種身手這種身材條件 不知道該有多好 是 其實有這樣子的球員在場上 整體其他球員的數字 也會跟著一起被拉起來 靠著身材的優勢 再進去 這腳步的變化 阿拉薩 直接拿到球之後 起跳出手 第二波的進攻籃板 不過 阿拉薩要切進去的時候球掉了 林明偉這時候帶到前場 上籃得手 17比9 8分差 宇宗偉 在禁區 找不到空間 還是傳出來給曾尚偉 哇 勉強的出手還是有 然後曾尚偉 林明偉 再回給曾尚偉 在籃下的一個空檔 把握住 給到江振穎 姚振宏 交給籃下的隊友 許宗偉 上籃得分 氣喔 是不斷的進攻 不斷的防守 羅波欣 帶一步之後 三分外圍的出手 有 哇 這對台大來講是一場即時雨 失誤的發生 曹薰鄉 傳出來 有點豪 發現沒有機會 再給曹薰鄉 中距離有 對啊 這樣打得清楚一點 簡單 張正義的傳球稍微有點偏 不過林明偉就回來 外線的出手 SHAKA快到 情況下 三分球投進 鍾凱勝 這球流動快點 比分咬進 鍾凱勝 帶進去之後 交給底腳的隊友 林明偉 中距離的出手 有 好球 這幾波的球兄弟 是 籃球兄弟 哎呀 打又被操掉了 又被操掉了 就是說曹薰鄉 輕鬆的上籃得分 曹薰鄉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江正義沒有投進 阿拉薩 保住籃板 德國勳 自己帶 挑籃得分 趁防守 還沒有注意的時候 成功的防守 是 其實是要不斷地 運用這種防守 來面對 台灣 這個 你這樣子在防 曹薰鄉控球 找到了控擋的機會 自己切進去 像一把利刃一樣 上籃得分 出手太有信心了 一個單打 陳鴻恩 鍾凱勝 後揚的 飛的位 有 打得很有耐性 雙半回到四分差 二十九比二十五 余黑豪給到阿拉薩 在籃下 面對兩人的包夾 還是能夠放進兩分 而且是M1的機會 提高的關係 也能把分數咬盡 余黑豪 切進去 上籃得分 這個快攻 開打把握住 三十秒左右 尷尬 剩下六秒鐘 增上尾 五點的出手 游是個三分球 喬光科大 已經越打越有信心了啦 因為在整個 命中率 跟個人單打提升 他們 在不斷的進攻之下 在分數的拉近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所以 他們現在在公開 難一擊的勝場數 還沒有開張 第二節最後的階段 郭君香 上籃得分 切入得手 所以第二節的比賽結束 上半成第三十 台灣藝大有十分的領先 第三節下半場展開 第一波球權 掌握在台藝大這一邊 這個拋頭有了 所以我們再也就來到了 石教練常常提點的 重要的第三節 所以這個時候 兩隊都要把握住 這個專注度 這邊阿拉薩一個雙手爆扣 第三節一開始 台藝大 拿下了四分 不過這邊 環宜顏色的是邱家侯 來說 這第三節真的很關鍵 給到籃下 曹訓相一個成功的助攻 跟黃靖為一個空位 這個傳球的視野要非常好 眼界一定要廣 隨時注意 隊友動態 然後把最好的機會傳給隊友 中凱燦面對到黃俊燕的防守 十二分差 接近阿拉薩 換左手 球給阿拉薩就對了 拋頭沒有高麗榮 沒有得手 一個轉換快攻 得手了 這邊台藝大 這邊黃俊燕操到球 自己上籃 自己上籃 所以第三節一開始 台藝大 搭出了一個死 曹訓相 前輩隊友 再回到曹訓相 自己上籃 得分 到了約豪沒有 找到撤印的阿拉薩 中凱燕自己單刀切入 倒兩分 中凱燕 尼先球發進來 中尉拔起來出手 有 阿拉薩 阿拉薩在中 中 蘇佩凱 阿拉薩 單打 差板有 有條件 也有這個個人的能力 後揚的出手高麗榮 空心球 三分外線的出手也投進了 中博勳 投進了這個三分球 所以雙方的分差來到了19分 高麗榮 回進一技 今天是高麗榮的秀 高麗榮 切進去 給到隊友 中尉的得分 中不做把阿拉薩吸引過來 替隊友直到 拿球 在湖頂切進去 給到阿拉薩 運用身材的優勢 這兩分送了進去 可以再使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帶進去上籃得分的成功 博勳 找隊友 找到適合傳球的對象 地板傳球 找到了高麗榮 漂亮的助攻 最漂亮的一個點 分散 何博勳 三分外線的出手 投進 曹君香帶到前場 目前雙方21分差 68比47 一個拋頭擦板得分 處理得非常好 沒有人少 籃下蘇培凱 曾智尤 大二的球員現在來到場上 陳尚偉 在籃下 投進了兩分 他打球 真的打得很聰明 阿拉薩 上籃得分 蘇培凱跟阿蘇 幾次進攻不進 他就慢 把節奏帶慢下來 調整一下 在中距離跳投也有 節奏 黃俊諺 又操到球 操到球 在擦板得分 這整個氣就下去了 分多中 二十幾分真的很難 追回來了 黃俊諺又是 一次輕鬆的上籃得手 帶進去 先做到范智尧 上籃沒有 籃下 曾尚偉 把握出第二波 而且勾射得分 比賽的 單場得分最高的球員 而且我覺得他今天 不論是在得分 還是防守 都很好的表現 其實這跟素贏是沒有關係 有扮演好這件角色 林明偉 切進去之後 一個高難度的上籃得手 劉佳豪抓到籃板 快速的站到前面 二打一的機會 上籃得分的是鄭承堯 上籃得分 鄭承堯 今天未來地獄太一 楊會不會送上三場比賽的轉波 給到籃下 欧阳的出手沒有 但是在籃下補進的是范智尧 楊成經驗 而且他是積極 我覺得是很好 而不是說 不敢做 這個對新的球員來說 尤其是年輕的球員來說 我覺得 就是要暫許 是 要讓他進步的嘛 所以他積極對他來說是好的 黃泱泉給到底角的隊友 黃瑞妍 三分球投進 是 但也必須說 他們其實在公開一集 這幾場比賽 也是有打出一些精彩的內入 而且對到世新大學 其實直屬 或者說你的命中比提升的話 都是有機會贏球的 有時候一個小組配合 為中尾上籃得分 所以 落後的分數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你進攻就不需要那麼急 可以盡量來做一些組織 對 這時候裁判想上 川妍搶到球權 黃泱泉 拿一個 打球現在出手有了 那賽後也請石教練來談一下 這場比賽